這個月又去拍了兩次的夜店 這個月228年假又去拍了兩次的夜店 那這就是我人生第二跟第三次的夜店 那我覺得去夜店就是一個很轟炸的狀態 平常我其實十二點或一點就睡覺 但是拍夜店十二點或一點你才開始工作 就有點不太一樣 那裡面的聲音也非常轟炸 那大家也非常瘋狂 你就會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別的畫面 像是廁所有人在瘋狂吐啊 或者是有人在那裡被鞍管在那裡被驅逐還是幹嘛的 反正就有一些很酷炫的事情發生 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記得帶那個音樂耳塞 就我之前有開箱一個音樂耳塞 就是你不管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 音... 比較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聽音樂 好好聽音樂 不是想要把你耳朵轟炸 轟爛 那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要記得帶那個音樂耳塞 那個音樂耳塞我之前有開箱過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反正它就是一個小小的耳塞 它可以讓你音量降低 但是它不會影響到你所有聽到的外面的音聲音的頻率 就是你的頻率還是正常 不像那個3M可能只把那個低頻消掉 然後其他的聲音都還在之類的 高頻消掉 那有一個重點就是要帶那個音樂耳塞 就是我第一天沒有帶音樂耳塞 回去的時候 我耳朵整個已經 已經還在那裡轟轟轟 就不太舒服 因為你在那個環間這麼多個小時 你沒有帶那個耳塞的話 真的是會耳朵炸掉 所以那個音樂耳塞還蠻重要 音樂耳塞跟平常的那個3M耳塞不太一樣 音樂耳塞就是帶上去 你的音樂頻段不會去做任何改變 就它只是把所有的頻段往下壓而已 那你如果是帶那種3M耳塞 那它可能就對音樂改變會比較大 它可能就把整個高頻整個就消掉 所以就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反正就是記得帶音樂第一天 就忘記帶整個耳朵就快爛掉了 Después的音樂提 tom就比 耳朵能讓它可以隨和不太一點 音樂耳搽拌